好消息兄弟们,钢铁小模组终于又有免费的了,而且还是三款,大部分的技能都能够使用,平民党的福音又来了。 各位好,我是小然,今天的话来给大家评测这三款最新的免费钢铁小模组。 最近呢,点赞量不怎么样啊,兄弟们,帮帮我吧,看看这期视频点赞量能不能突破2000。 就轻轻戳一下就行,感谢。 首先呢,是钢铁战甲,军团出击,也就是马克8。 它呢,是马克7的升级版本,魂力更加强劲,拥有更好的操控性,在模组中呢,穿上去还会有一个代入感很强的动画。 马克8呢,一共有六个喷射口,背后面的飞行背包呢,能够稳定飞行,更加适合空中作战。 在飞行的时候,这次呢,还加入了左右翻滚的飞行特技。 手炮和之前一样,有两种攻击方式,长按和短按,导弹呢,长按就可以锁定多个敌人。 还有这个非常炫酷的体术飞踢技能,还会触发杂地动作,冲击技能的呈现方式会比之前的更棒。 那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,如果满分15分的话,小人可以给他一个4.5分,不知道视频内里可以给他多少分呢。 然后呢,是钢铁战甲,军团进阶,也就是马克9,他重新设计了背后面的飞行推进器,也是专门为战斗准备的重型战甲。 外观呢,更加的精致,火力更加强劲,技能方面呢,和马克8比较相似,影团技能呢,需要联动主包。 哦,对了,我才想起,之前的马克5主包好像是陷免了一段时间啊,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抢到。 抢到小伙伴呢,扣拨1,没有抢到的话,扣拨2。 恭喜扣1强大的小伙伴,你们呢,联动之前免费的主包,就可以啊,使用这三款里面的所有功能。 马克9呢,新增了电弧脉冲炮,可以击退敌人,另外呢,副包还可以使用熊炮,直接是一发造出一个矿洞,还能够击穿击岩,这让我想到了之前的碎星者呀。 接着是钢铁战甲,军团重甲,马克10。它最早的特点是脚部的重型装甲,拥有更强的动力,飞行速度呢,是之前战甲的三倍,同时呢,也成为了之前速度最快的战甲。 胸部的防御率也得到了改善,可以说是前期比较全面的战甲了,速度快,火力强,防御还高。 在模组方面呢,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马克10更加的壮硕,但是技能方面呢,和前面两套也是大差不差,增加了重型火炮,伤害更高。 总体来说呢,这三套战甲做的都非常不错,但是剑模方面,感觉还是不如之前的老刚呀。 不知道,视频前的你怎么看呢?你是更加喜欢老刚,还是更加喜欢新刚呢? 如果你都看到这里的话,就点个赞再走吧,感谢各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